推长6加1特别节目 小不点大能耐 闪亮登场了 小不点深藏大能耐 古灵精怪惹人爱 轮番上阵献同趣 合家欢乐笑开眼 这里不仅有 精彩绝伦的才艺表演 还有生动温暖的家庭故事 想知道小不点们 如何经验全场吗 节目中将为您 逐一揭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爱见着我的城堂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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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我来自全世界的歌唱 我来自全世界的歌调 在这世界里往上亮 谢谢 谢谢我们的舞蹈演员 欢迎每一位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非常6加1》特别节目 小不点大能耐 我是主持人管彤 你们好 我相信经常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 对我们的舞台是非常熟悉的 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 小不点们的精彩表演 分享他们的成长经历和有趣的故事 同时我们非常帮帮团的几位嘉宾 也会为小不点们加油打气 在节目的一开始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 今天帮帮团的几位成员 我们欢迎教育专家 卢琴老师 欢迎歌手胡越 主持人演员关玲 歌手张英席 欢迎四位帮帮团的嘉宾成员 《非常6加1》特别节目 小不点大能耐 由妈妈一选冠名呈现 世上只有妈妈好 选妈妈一选上京东 好的 接下来 让我们欢迎第一个小不点 《闪亮》登场 老大好 我自己下班了 我小时了 不自从得过来要上海你 上海你 来 请坐我们的上海小女孩 可能有些朋友 还没有太听懂 你刚才的自我介绍 咱们能不能用普通话 给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Isabella 今年十岁 来自德国的上海人 来自德国的上海人 此话怎讲 我爸爸是德国人 我妈妈是中国人 我在上海出生的 我四岁的时候 我们全家搬到了德国 现在又回来了 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 这就是我们中德混血儿 好漂亮的一个小姑娘 谢谢 怎么又特别从德国 回到中国了呢 是怎么想的呢 因为我的语文不是特别好 想回中国来学习汉语 是的 是不是 那我看咱们两个这个交流 你的汉语 交流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我在德国坚持跟我妈妈讲中文 我妈妈还教我中文歌 更容易记忆中文字 在德国的时候 你就跟妈妈学了中文 在家里面也会用中文交流 是的 妈妈还教你唱中文歌了呢 那给大家唱一小段好不好 好 我给大家唱一首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这首歌很经典 来 我给大家看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汉语非常难学 咱们是在德国学的汉语 那还有没有就是在德国生活的时候 接触另外一些中国文化呢 有 我还会中国的乐器古增 我经常弹给爸爸妈妈听 他们还给我录过好多视频啊 你看我说着了没有 有视频是吧 有 我们一起来看看 有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气质完全不一样了 我就是频频地在这儿觉得特别美 尤其他穿上这个中国的旗袍 这个气质啊也特别的好 哎呀 一下子让我们觉得 自己当年要学了这个古增多好呀 这一次回到中国已经一年时间了 是吧 对 你是在学习上面 或者说今后的发展方面 有没有什么小小的规划呀 有 我有一个很大的任务要完成 教会我们家两个男生 爸爸和弟弟中文 哦 还有任务呢 要把爸爸中文教会 还得把弟弟中文教会 是的 爸爸现在不太会讲中文的吗 不会 那弟弟现在是什么水平呀 一年级的吧 一年 能跟我们这样用中文交流吗 可以 但是有一点害羞 有一点点害羞 没关系 你看我们今天现场 其实就相当于回家了一样 我们这么多现场的观众 都很喜欢你 相信也会喜欢你们一家人 那我们把爸爸和弟弟 也请上来好不好 好 来 有请依莎贝拉的爸爸 弟弟出场 太棒了 我觉得这姿势 好帅呀 大家看 这一家坐在这儿 哇 太赏心悦目了 这颜值太高了 大家有没有感受到 就是爸爸和弟弟一出场 这个风范 爸爸是从事过什么样职业的 这个太帅了 这是不是当我模特啊 有点像走T牌 完全正确 模特啊 我们有照片为证 我们看几张爸爸的照片 来 看第一张 老色 你爱你吗 你爱你吗 还有吗 还有吗 你好帅呀 这还是给那个大牌男装拍的 就是那种国际一线品牌 那种大牌拍的那种 像是广告片 对 非常棒 这个爸爸是非常知名的 优秀的模特 是不是 来 骄傲地介绍一下爸爸 他以 我爸爸以前是一个 很知名的模特 他合作过很多一线的品牌 以前很帅很帅 但是现在有点发福了 忽然感觉 那个有点平衡 感觉看完你这个照片 再看本人 感觉岁月饶过谁 是不是 那岁月谁都没饶过过 咱们不能这么 这么欺负爸爸 不可以 虽然爸爸听不懂中文 但是咱们爸爸 一定能够从现场观众的 这个态度当中 能够猜到我们在说什么 爸爸能够猜出 我们在说什么吗 你能够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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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帅就更好了 如果现在你现在 在这儿 你能够猜出 然后在这儿 然后在这个照片 就会更好 就会更好 我就在想 伊萨贝拉 你看 现在我们三个人 坐在这儿交流 好像都还需要翻译 然后还需要反应 好像都有一点点 不是那么的顺畅 那咱们家现在是几口人 五口 外婆 爸爸 妈妈 我和弟弟 那一家五口人 要是一起吃饭 交流的时候恐怕 爸爸想跟外婆聊天的话 我要当小翻译 饭来饭去 有的时候都顾不上饭吃饭 饭菜都凉了 这个顾不上吃了 就光着翻译了 我们那个弟弟的宝贝 好像也不太会说话 不太喜欢说话 是的 是吧 姐姐尽当翻译了 所以弟弟 你也要加油 赶紧学中文 学得像姐姐说得那么好 就能分担一下 姐姐的这个负担了 是不是 也能充当翻译了 是吧 是 那不如这样 我觉得爸爸一定是很想要 用更流畅的方式 和姥姥交流的 是的 怎样语言不通 不如我们现场呢 可以给爸爸出出主意 好的 好不好 我们现场 我们帮帮团成员 能不能够帮爸爸出出主意 怎样在这种 这样一种场景下 能够用最快的速度 和他的岳母交流起来 观灵姐姐 我出主意啊 他呀还是应该多少啊 学几句中文 就不用多 就学几句 就是夸妈妈的话 夸丈母娘的话 什么饭菜做得好啊 妈妈你又漂亮了 有针对性地学那么几句话 对 我还出一个主意 对对对 我觉得他可以多给 他的丈母娘 买点小礼品啊 贴心的礼物 对吧 我还有一个建议啊 因为我也属于这个 丈母娘这个年龄 差不多的了啊 我觉得老年人 最需要什么呀 最怕自己没用了 你要他觉得他很有用 他就特别高兴 他就能长寿 所以你们要 经常跟他说什么呢 哎呀 妈妈你的饭菜做得真好 吃了你的饭菜 我就能减肥了 不管是什么 只要他觉得他有用 他就很高兴 这样啊 就是这个 帮我分一下 这太难翻译了 吴老师 好有一建议啊 咱说的这太多啊 不如实演一下 咱们现在就假装 是小品舞台啊 你就演那个 他爸这个外国女婿 卢老师是他丈母娘吧 吴老师当丈母娘吧 年龄比较合适 这儿妈啊 叫妈 妈 今儿您做的饭 真好吃 哎呀 你爱吃 我就明年还给你做 哎呦 那我就太高兴了 那您别忙了 您坐下歇会儿 我不累 你们一回来 我就高兴 我怎么觉得 您今天又年轻了 哎呀 您可真有眼光 可不是嘛 越来越年轻了 我前两天美容了 啊真的 您不做美容也年轻 做美容更年轻了 真会说话 有你这话 我会越来越年轻的 行了这个 太好了 太好了 不如这样 咱们就现场教学 英行 你挑一句 认为比较好学的 就这么一句 交给我们的爸爸 好 翻译一下宝贝 所以这个妈妈 会给你一句话 好 妈 你真年轻 妈 你真年轻 你真 你真 你很年轻 那意思是你很年轻 好 就这一句话 我相信中国的那个 丈母娘们都会心花怒放 会更喜欢你 哎呦 这样爸爸 对着那个镜头 让他再说一遍 妈 你真年轻 所有的妈都挺高兴的 听完了 我觉得爸爸还是很有 语言天分的 他艺术都是相通的嘛 是吧 她永远爱你 爸爸以后 中文练得更流利的时候 还可以再说一句 妈 以后衣服由我来洗 我就是咱家的妈妈一选 我觉得有这样一种氛围 能够想到 以后咱们家五口人 在一起聊天也好啊 吃饭也好啊 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 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那就是宝贝 你的功劳是大大的 真的 所以希望你加油 用尽可能短的时间 教会我们家里面 两个男子汉 快速地学会中文 好不好 好的 谢谢弟弟 谢谢爸爸 来到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 我们就一起看 我们的依夏贝拉的表演 好吗 好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下面这个重要的表演环节 那就是 小不点 大能耐 大能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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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曾在天液里歌唱 载重期盼望 却没能等到只阳光下 这鞠铁的景象 虽然春冰的雪也飞舞吧 随西风飘荡 就像你柔软的船发 在芬芳我梦想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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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美了 我真的是觉得特别陶醉 来 我们看看你的歌声 有没有打动我们四位嘉宾老师 我觉得像一个特别美丽的图画 刚才坐在这儿 我真想拍很多的照片 就像一个天使一样 你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 就承担着一个翻译的责任了 你看让妈妈学会了德语 让爸爸学会了中国话 这都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我特别 从心里特别佩服你 我觉得你将来是一个 非常好的中德文化的传播者 我把我的爱心气球 送给你的一个特殊的家庭 和你的一个小天子 管理 刚才这首风吹麦浪 哇 这个很文静 很文艺范儿啊 这个画面 所以我觉得它真的是 有很多面 而且可塑性也很强 谈古争的时候 又是很古典美 所以我觉得我很佩服 它的爸爸妈妈 因为我知道培养孩子 其实更多的是 考验父母的耐力 父母的坚持 所以感谢你的爸爸妈妈 所以我的爱心气球 给你 给你弟弟 还有给你爸爸妈妈 好不好 好 谢谢 来 我刚才看了他的表演 包括他跟他爸爸 弟弟站在一起 我就特别地有感触 我觉得他是 特别容易吸引到 观众们的眼球的一个 特别好的舞台的表演者 很养眼 像一个小天使 小公主一样地 站在舞台上 把所有的美丽 传达给我们 每一个看他的人 所以就是特别 幸福的感觉 把我的爱心气球 就送给你 好的 我们收获了 这四颗爱心气球 赶紧去收下这份心意吧 谢谢 谢谢 欢迎继续收看 《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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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节目 小不点 大能耐 所有参与节目的小不点们 都将获得 由妈妈一选 独家赞助的 精美礼物一份 接下来 让我们欢迎 下一个小不点 闪亮登场 你好 宝贝 来 转过去 向大家打个招呼 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叫赵国纯 我今年八岁 我来自吉林通话 我长大 小成为一名 南高音歌唱家 为了当歌唱家 我特别特别的努力 花了很多的工作 当歌唱家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宝贝你告诉大家 你是怎样做努力的 我每天吃很多 我有时候一天吃午饭 晚上还需要补充一些零食 我特别特别喜欢吃牛羊肉 你听到我的问题了吗 我的问题是说 当歌唱家 你都做了哪些努力 你说你每天特别能吃 对 这跟当歌唱家 有什么关系吗 那有啊 当然必须有啊 必须有啊 对 你告诉大家 你什么关系 我有点不明白 我专门在网上 搜过资料分析过 要是想成为南高音歌唱家 必须要满足三点 成为南高音歌唱家 必须得满足三点 哪三点 第一点 肚子必须得大 第一点 肚子必须得大 对 关头这点 你看呀 肚子大了 气壮就多 底气还足 肚子大 底气就足了 这是第一点 那你再说说第二点 第二点 脖子必须得粗 脖子粗 你出来就比较畅 脖子得粗 还有第三点呢 第三点最重要 就是得胖 第三点就是得胖 这谁给你上网查的 这什么资料 哪一家的资料啊 不是 那你觉得你这三点 都已经具备了是吗 对 那我看看咱的小肚 那个行不行 摸摸 有点意思 小脖 好像比我这 好像都粗点 那个体重多少斤 现在体重七十多斤了 七十多斤啊 那你身高有多高啊 身高还不到一米三 我倒一米三 七十多斤啊 这也是算 有点小胖的指标了 那这个咱们请教一下 关玲姐姐吧 不是 这个小朋友 她一说她爱吃有点胖 怎么这话题就到我这了呢 这好突然啊 不觉得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一直是努力 在这个摆脱微胖界的 女神的这个称号 但是他们老凭我为女神 我真是没办法 太不像话了 既然他们都这么喜欢 我就几十年如一日地 保持我的体重 我费老劲了 我特别理解你 咱俩特别有同感 我就是为了保持 我小时候的样子 我就不敢瘦啊 这么多年长大了 怕大家不认识我了 我老得吃那么多 维持我这个体重 胖胖乎乎圆圆的 大家一看 还是你 就把我认出来了 太不容易了 所以我们俩这个都属于为艺术献身 但是你说到唱歌啊 坐在我旁边的这个英席哥哥 他是专家 因为他就是唱南高音的 特别想问一下英席 英席哥哥 看到他这样 有没有你小时候的一点点影子呢 我小时候没他唱得好 我小时候肯定没他唱得好 不是 你小时候有他长得帅吗 也许有一拼吧 这个我也不 这个 我很难界定 我们这有张老师小时候 一张照片 想不想看看 想 大家想想看看 来 我们看看 张爸爸很帅 好 评出来了 张爸爸最帅 这是大概几岁啊 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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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岁月呀 是吧 岁月带走了我童真的脸 这样吧 因为我们还不知道 我们这赵国纯小朋友 唱得怎么样呢 说完咱们大概初步 具备了三个条件 什么有小肚啊 什么有脖子又怎样 体重又怎样 咱们听听你唱得怎么样 那我就给你们唱一首 你是我的店 你们评价评价我吧 哎呀 你是我的眼 带我领略自己的变化 你是我的眼 带我穿越拥挤的人城 你是我的眼 带我阅读浩瀚的书汉 因为你是我的眼 让我看见 这世界就在我眼前 你是我的眼 哇哇 你是我的眼 带我领略自己的变化 你是我的眼 带我穿越拥挤的人城 你是我的眼 带我阅读浩瀚的书汉 因为你是我的眼 是我的眼 带我看见 这世界就在我眼前 好多观众都给你欢呼声 给你喝彩声了 说明大家还很喜欢这个小伙子 是不是啊 来 坐宝贝 我们听听专家 这个张英席哥哥 对我们这个小伙子 刚才这个表演做何感受 应该说我很惊讶 他这个这么小小的身躯 能发出这么庞大的声音 应该说这个我也是没想到 这个 但是呢 因为他现在是个孩子 按照我们专业的行当来讲呢 像这个年纪还没有变声 就是 是我们高升部来讲的 俗称的婴儿会宴 他一直都在 他还没有再变声 大概男孩子变声 其实是在15岁 我就是在15岁的时候 才开始学习声音乐 之前学是没有用的 因为不是说没有用 就是说他这个基础打完了以后 还会再变 他可以学气息 可以学音准 可以学感觉 但是不能学办法 声音办法一定是在变声之后 女生也一样 大概13岁左右 女生比男生早一点 像他这八岁大 他现在能有这种张力 首先是很难得 他还是很有表现力的 是不是 所以就是说他是非常非常出色的 这个这个 将来会变成一个很好的 歌唱家的一个底子 他是有的 我想问一下宝贝 那个我们英席哥哥说的这么专一的话 我不知道你听懂了没有 他未必在这 我有点没听懂 自懂非懂 有的没懂 那懂的部分是什么呢 懂的部分就是他说的后耳那几句话 哪几句 你给能不能重复几句 重复的 就是那个意思我就不留 我们现场请教张老师一下 你就给我们这个现场教学 咱们用歌声能够 可以 给我们一些这个带动好不好 好 我们也跟着学学 是吧 我也很有女高音的感觉 示范一下 你是我的眼 带我领略四季的变换 你是我的眼 让我看见 这世界就在我眼前 我们希望追求的就是 他现在自然拥有的 婴儿慧燕的声带 所有的全都是在上面的 比如说 你是我的眼 带我领略四季的变换 这个是需要一定时间练出来的 但是这个位置是能够保护你 一直演唱下去的一个办法 就是他不会累 保护你的嗓子 哥哥就是这意思 不用声带来生挤 我们老师的这专业建议 你觉得接受吗 接受 只要能让我当上个人 咬咋的都行 但是我一直都有一个困扰 趁今天这个好几位 能问问评委老师吗 你还有困扰呢 没问题 没问题 这个我们方方面面的专家 都可以为你解答 你就发问吧 我每次唱歌的时候 我特别特别地投入 我觉得我自己唱得很好 可是他们都喜欢 说我长得好不好看 都不关心我的歌 我觉得我的唱歌事业 是不是要被长相给耽误了呢 哦 这我明明可以靠实力 偏偏靠了颜值 就是长得太好看了 你看这头发 挺帅的 关键是这个小脸蛋 哎呀 脸挺大是吧 不不不可爱 你看这脸蛋 肉糊糊的 我特别想捏一下 管彤姐姐就是这样 我每次唱《经老院》的时候 他们都喜欢捏我的脸 都喜欢评价我的手感 都会评价我的歌唱到好不好 手感 评价我的手感有什么 肉糊糊呀 嫩糊糊呀 软糊糊呀 泡糊糊呀 我有那么软吗 就是真的是这样 肉糊糊呀 软糊糊呀 胖糊糊呀 真的真是这样宝贝 这样啊 我做一个小的一个测试 这个胡岳老师 张一熙老师 都是专业的歌唱家 让他们都闭着眼睛 你再唱一个 不看你的颜值 就听你的歌声 看看你的歌声 能不能打动他们 他们啪为你一转灯 你就火了 不如就这样 咱就去 咱就把那个 去《经老院》 慰问的时候唱的歌 咱们再来那么一段 让大家再来听听 好不好 好吧 那我给你们唱一段 天亮了吧 好 好歌 这都是大歌 你们都必啊 不要看我们这个 肉糊糊的小脸蛋 不要看颜值 就感受实力 听上眼 听上眼 我看到爸爸妈妈 都这么重远 留下我在这陌生的人世间 我愿为他建造一个美丽的花园 我愿为他建造一个美丽的花园 我想要紧紧抓住他的手 妈妈告诉我希望还会有 看到太阳出来 看到太阳出来 天亮了 天亮了 我看到妈妈妈妈 又这么重远 留下我在这陌生的人世间 我愿为他建造一个美丽的花园 我要为他建造一个美丽的花园 我想要紧紧抓住他的手 妈妈告诉我希望还会有 看到太阳出来 他们笑了 天亮了 你觉得我唱得好吗 我觉得不错 这回咱们听听胡岳老师的感受 好不好 说说我们这小伙 到底是唱得更好 还是长得更好 我觉得这个孩子 他真的是有几分天赋的 因为他唱歌 有一个最大的优点 就是他能够进入情境 他能够有那份激情 他现在选的歌曲 都是一些很动情的 很激动人心的歌 然后他也能够在那个状态 这是你最大的优点 你知道吗 所以你不要去想着 刻意想 我要把自己吃成什么样的 像帕巴罗蒂啊 还是说像谁啊 像咱们张老师这样啊 不要考虑这个 然后记住你自己的那个强项 你的优势就是你的激情 特别好 谢谢 今天收获大不大 大 所以呢 接下来 你就在保护好自己 嗓子的前提下 我觉得你还是要 适当控制一下体重呢 是吧 你看 英喜老师小时候 也没有那么胖 是吧 人家现在是非常优秀的歌唱家 对不对 好 那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进入下面 这个表演环节吧 那就是小不点大能耐 给大家看看 我们下期待 你是否还会牵挂我 我最亲爱的朋友啊 当我已经放下所有 走向自由的路 你是否还会陪着我 我最亲爱的情人啊 当我已经告别昨日 是想去为了救我 我要像某样自由 想当你一样温柔 在这吹着海蜒的路上 体验生命的光芒 我要像某样子样 像大地一样温柔 在这吹着风度的路上 体验生命的云 我要像某样温柔 我要像某样温柔 像天空一样温柔 在这吹着花蜒的路上 体验生命的光芒 问个问题行吗 对 你去静老院 你给老人都唱什么歌呀 唱张灯节彩或者天亮的还有父亲 那他们爱听你唱歌吗 愿意听 你唱完歌以后老人会有什么反应吗 就是有时候会给我一些苹果什么 香蕉什么我都不要 我都给他们 有时候就说这小伙长得真漂亮 继续加油 你觉得你去给静老院的老人演出 有什么意义呢 就是我唱歌的时候我也非常开心 他们也非常开心 就是啊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爱摸你的脸蛋 还送你吃的吗 不知道 他们很少有机会 能够听到大歌唱家的 真人演唱的歌曲 因为他们年岁大了 他们只能在电视上看一看 所以今天来个小歌唱家 给他们唱歌 他们可高兴了 所以我觉得这点特别珍贵 虽然你很小 但你今天能够走进静老院 把你的歌声送给老人 让老人能够幸福快乐 能够长寿 你就很了不起了 所以我觉得你经常去做点 这样的公益的事情 你的歌会越唱越好的 我把你的爱心祈求送给你 好吗 谢谢 我觉得今天咱俩呀 收获都挺大的 因为我也得到了很多的启发 就是说想要做一个好演员也好 好歌手也好 其实并不在乎你长的是什么样子 你在你这个年龄也真的不在乎 你唱得有多么的有技巧 多么的厉害 其实更多的是我们在用心去歌唱 所以希望你呢 就是将来首先是保护好嗓子 也保护好自己 不管是帅帅的 还是可爱的这个形体 有更大的发展 实现梦想 我的爱心气球也送给你 谢谢 好的 那赶紧就收集你这四颗爱心气球吧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非常6加1特别节目 小不点大能耐 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节目的动态资讯 欢迎您关注 央视非常6加1官方微信公众号 那里有详细的节目信息 以及报名方式 所有参与节目的小不点 都将获得由妈妈一选 独家赞助的精美礼物一份 期待着您家的小不点 能够早一天登上我们的舞台 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欢迎 下一个小不点 闪亮登场 一步早 一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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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不早 一二三四 立正 向后转 下右看 起 向前看 上 上 建林 一臂 欢迎你们 大家好 我叫优豪 今年十岁了 来自吉林省吉林市 这是我的战友 其实呀 她也是我的妈妈 我来上台约定好了 她不说话 由我来主说 这是妈妈呀 你要不说 我都觉得妈妈 甚至有点像姐姐 是不是啊 妈妈这么漂亮 干嘛不让妈妈说话呀 因为我妈妈上台肯定要说 把我送去军营磨练的事 我想去 但又不想去 送去军营磨练 这也是好事的 什么叫做又想去 又不想去啊 我想去 是因为女兵的衣服特别好看 不想去 是因为所有人穿的都一样 没有特点 这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小姑娘 你知不知道 妈妈为什么一定要把你 送到军营去磨练呀 我太知道了 我分析有两点原因 第一是因为我性子特别的慢 我妈妈想让我去军营 磨练磨练我的性子 就比如说吃饭吧 可能别人都快吃晚了 我才刚吃几口 每当这时候 我妈妈都会说 你要是在部队 早就被饿死了 这是一方面 还有吗 还有 还有就是因为 我妈妈原来是文艺兵 现在对部队的感情还很深 我妈妈每天最喜欢的事 就是给我讲 她在部队里的故事 妈妈给你讲过 她在部队里的故事啊 那都讲过什么故事呢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 就有几件 我妈妈给我讲过 他们在部队吃饭的时候 首先都要唱一首歌 哪个连队唱得好 哪个连队就先进去吃 唱得不好的 就一直在外面唱 最后进去的人 可能连饭都吃不上了 因为部队吃饭的时间 都是规定好的 像你吃饭那么慢 真的吃不上就得饿肚子 还有没有妈妈还讲过 部队的什么样的故事 因为我妈妈原来是文艺兵 所以硬是教会了我 许多文艺兵的舞蹈 还真是 就是这么一个气质 别看没说话 我觉得妈妈的气质 往这一摆 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妈妈当文艺兵时的那个风采 你给大家来一段 我们看看你有没有从妈妈身上 继承点文艺兵的气质 好不好 好 那我就给大家跳一段 世兵小唱吧 好 世兵小唱 起初洗脸吃饭集合 排队上操场 稍息力正昂首听行 报告班长 向右看齐 不要把头的把数 八七零五四三二一 七五个一二一 感谢观看 你知道吗 你在表演的时候 妈妈坐在这里 一直在帮你使劲呢 真的 妈妈一直关注的目光 就没离开过宝贝女儿 看妈妈坐在那 气质这么好 这么美 咱们让妈妈 也说几句话好不好 别让妈妈不说话了 好不好 好 那行吧 那你就说几句吧 看这姑娘厉害的 刚才不让你说话 就是要给你告状呢 吐苦水 说你要把她送到军营去 她又想去又不想去 什么衣服 什么好看 又都一样了 她事可多了 是不是 妈妈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好 大家好 我是友好的妈妈尤杨 今年34岁 我呢 出生在一个军人的家庭 所以2001年 我就入伍当了文艺兵 两年后呢 我就转业了 距离现在 我转业已经有15年了 15年离开部队了 对 但我觉得你身上的这种 部队的这种文艺兵气质 可以说丝毫未减 这肯定是 虽然只有两年的部队 文艺兵的生涯 我觉得可能你对部队 这种情感非常深 并且我觉得你保养也是很有一套 是不是还会练功 没有把你的这个老本行给扔掉 对对对 确实没有被扔掉 因为我从小就学习舞蹈 是吧 我刚刚看这个姑娘在跳舞的时候 我真的能感受到 你在她这半大年纪的时候 你的那个镜头 我相信你现在还能够有这样的表现 能不能够把在舞台上 当着姑娘的面 当我们现场观众面 也给大家再跳一段 好不好 好吧 让我们跟着你一起回到 你当年部队的那个文艺生涯 好不好 好的好的 来掌声欢迎有好的妈妈 给大家也表演一段 谢谢大家 沉沉映宫 沾花开 历历的鲜血 染红灯 一路芬芳 满山遥 真的 你跳舞的时候 我觉得大家都跟随着你的舞子都入戏了 我特别注意到似乎关琳姐姐 你的那种投入感异于眼表 那个情 电影的芳华的片段 是 对对对 真的是我们这位妈妈的芳华年代 就是在部队上度过的 对对对 而且我就是在想 这个作为一个母亲来讲 保持好身材多么的重要 就是这样你才能够跟你女儿看得像姐俩 你又开始羡慕了 特特羡慕 你是不是在想 不用羡慕 天生的 这个还真的不是天生的 因为有的时候 我也会在家压压腿 开开肩 也会做很多舞蹈动作 就是自律性要强 对吧 对 那她这方面也欠缺 然后不能胡吃海塞 是不是 对 关琳这方面也很欠缺 不用补充了 但我觉得关琳你现在抓紧时间向这位妈妈学习 我想恐怕还来得及 对 等她十岁的时候我绝对 是吧 再给跳一段 你要那样的话就不是关琳 冒着被大家都认不出来脱胎换骨 要向你学习 谢谢 刚才那个姑娘一上来就吐槽妈妈说 她要送我去军营 她说的那理由是不是 你真的想要送她去军营的理由 究竟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孩子吧 她确实是性子特别地慢 她走路也慢 说话也慢 有的时候就像她自己说的 吃饭特别地慢 所以呢平时在家的时候啊 我就会用军营的一些行为习惯来要求她 你在家里 对 怎么要求她呢 我妈妈就说让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干 比如自己洗袜子 自己刷鞋 自己打扫自己的房间 还有的时候啊 我写作业写累了 我妈妈就让我放松一下 可能别的小朋友放松 就是玩会儿游戏 对啊 看看电视 而我的放松是这样的 这样拔拔筋姿啊 练跨力 而且还有的时候练起步真不走 哎呀我的天 这家里就不是军营 胜似军营呀 真看不出来 这妈妈柔弱的外表下在家 咱们这么严厉呢 是吧 这么严格 其实爸 我对于他 给予了特别大的希望 应该是天下所有的父母都是这样的 但是呢 他确实太慢了 我也没有办法 我有的时候也知道我自己特别的苛刻 就是也会心软 但是我没有办法了 我就比让他 没办法 对 我想让他过早的学会自律自强 我想让他更自信 更优秀 更向上 这样呢 他以后的路可能才会走得远 妈妈有点激动啊 是心疼姑娘吗 对 我就是想让他做得更好 妈妈在你面前哭过吗 哭过 是因为心疼你 是不是 所以妈妈就是为你着想 是不是 那我们听听 这个张英席叔叔 因为咱们也是部队的文艺兵 对 是不是 你现在是当父亲了吗 对 我的孩子一岁半 所以刚才他在台上流下眼泪 我是完全能够理解他的感受的 作为孩子的妈妈 她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 我想当了父亲母亲的人 都能体会到你这份感情 但是我可以说 今天看了他的表演 我应该夸夸你 我觉得你是一个好母亲 她是一个懂事的孩子 那么孩子我也想对你说几句 叔叔想对你说 因为我也是个文艺兵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指的就是这一点 就是人生的经历 一定要丰满起来 所以我叔叔是鼓励你 能够有一天 加入到军营的队伍里 来完善自我 提高自己 做妈妈的好孩子 有一天也能够成为 我们人民的好子弟 对吧 妈妈自己在部队的生活 让自己终身受用 汲取了很多营养 所以也希望我们的宝贝 能够像妈妈那样 从部队得到很多锻炼 也相信一定会带给你 今后的人生很多的帮助 所以咱们这位妈妈 真的是用心良苦 宝贝你很幸福 知不知道 知道 但是今天你的表现 包括你整个的身姿 已经非常好了 给大家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咱们加油 保持下去 好吗 好 好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 下面这个重要的表演环节 那就是 小不点 大能耐 大能耐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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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辈人 然后希望你们一直这样灿烂下去 我想跟友好妈妈分享几句 我觉得可能友好是一个 就是慢脾气的那种小孩 但性格是天生的 有可能你是一个比较雷厉风行 干巴利落脆的那种性格 但我觉得吧 就是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 应该有一种静等花开的一种心态 你会轻松一点 就是我特别理解 你刚才说着说着就流泪了 就是 我这都是为你好啊 但是这种为他好 也不一定适合他 这个方式不一定适合每个孩子 所以我觉得今天爱心气球 真的不只是送给友好 也送给你妈妈 他特别特别地爱你 也希望友好你可以成为最好的你自己 谢谢老师 赶紧去收集这四颗爱心气球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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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六加一特别节目 小不点大名乃 由妈妈一选冠名呈现 世上只有妈妈好 买妈妈一选上京东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下一个小不点 闪亮登场 老师姐好 你好 大家好 我叫卢纯曦 今年九岁了 来自浙江住记 美丽的新师故里 我呢 胆子很大 所以我今天来呀 挑战嘉宾老师的 咱们先聊天 还是先表演节目 先表演吧 先表演 我们看看你的水平如何 好不好 好 给大家露一首 感谢观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果然很厉害 这是用葫芦丝演奏的赛马 对 二胡的名曲 不简单 那你告诉大家 你现在这个葫芦丝到什么水平了 十级已经全部考完了 考过十级了 怪不得人家胆子大 那是要挑战我们嘉宾的 对 我们四位嘉宾你都敢挑战呀 除了如今奶奶 我其他的都要挑战 好家伙 这也不简单的 那我们这三位嘉宾也都是身怀绝技 那咱们先向谁发起挑战 先从冠林姐姐里开始嘛 冠林姐姐您是个主持人 都夸您巧舌如簧啊 那么我葫芦丝里有一项基本功呢 叫兔鹰 就像这样 那我们也给您准备了一个葫芦丝 我们来比一比谁的舌头更灵活 这个我比较害怕 因为我没有接触过 这是我第一次摸这个 稍微吹得大声一点 没想到这个这么难吹啊 这使这么大劲儿出这么小声 根本不出声是吧 你这样 你让我们小伙子给你配一段 然后你 我来表现 我来表演 你给我吹一样 来 来 就赛马吧 就赛马 来 预备 开始你 好 累吧 我假吹都特别累 我真的假吹都特别累 光临姐姐 我给你配音啊 你真的动作做得还是挺好的 我跟你讲 挺有机器 我跟你讲 如果就是就把她这一段 画面盖住之后 我真的相信 刚才那段就是你吹的 对 因为这赛马 这我这首饰全对嘛 这完全 吹吹葫芦丝的人很聪明啊 因为她是各种地方的配合协调 好 我宣布 卢春七小朋友挑战成功 那么不管怎么说 我们的光临姐姐 还是挺聪明的啊 谢谢 那么这个葫芦丝就送给您了 白给我啦 谢谢 那你都吹过了 她可不给你了 那可能对主持也有一点帮助 对对对 对主持对我业务有帮助 谢谢 谢谢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向谁发去挑战呢 胡岳老师和英喜老师的话 就不用葫芦丝了 因为他们都是歌手 我呢就用葫芦丝里的基本功 来挑战你们的唱功 你是优先 胡岳老师先来吧 好 我呢用葫芦丝里的唱音就像这样 好 我的葫芦丝呢吹出唱音来 你能用歌声的唱音来 你这样吗 就是说让我唱歌唱出颤音来 对吗 对 好的我想想啊 颤音 颤音 因为啊我唱西北风歌曲 都是直着嗓门唱 颤音是不是得柔和一点 柔柔的啊 我给你颤一个啊 颤一个 嗯 邓丽君的歌曲全是颤音 好 温温的小河 轻轻的山岗 明媚的小村庄 蓝蓝的天空 真正的花香 怎不叫人为你向往 好 老师果然厉害 那这一轮挑战 我宣布 应战成功 好 张英夕老师 不要笑得太早 接下来我们的挑战 还不知道是什么内容呢 好 应戏老师啊 我呢 就在你那里呢 加了一点难度 我呢 就用葫芦丝里的滑音 来挑战你 就像这样 这个是滑音 应戏老师 我的葫芦丝能爬坤 你的歌声能爬坤吗 哎呀 你给我难住了 我就爬坡比一下看看音高吧 好不好 好 圣哥 你按照我的音高吹一遍 沪路斯好像不能吹到那么高 吹吹不到那么高 看一下没有人声高 太高了 我唱的音高 她这个葫芦丝上没有 我觉得你们两个 可以算平手吧 可以算平手吗 我们握手言和好吗 平举 也不错 这叫皆大欢喜 一胜一负一平 不行啊 就我现在差气了 我觉得关玲姐姐 这个好在哪儿 就是她的表演 可以出神入化 挑战完毕 接下来你还有什么要求吗 其实呢 我胆的 还有一方面 我会给葫芦丝加戏 还要加戏啊 刚才这戏份 我觉得已经够足的了 还能再加吗 那 那我们欣赏欣赏 你究竟还能够 给葫芦丝怎样加戏 好不好 好 来 准备 咱们再加戏 我会给葫芦丝加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不得了啊 宝贝 你还会跳拉丁舞呢 这两个艺术门类 风格还是真的是迥异啊 关键是 你能把拉丁舞和葫芦丝 结合在一起 这个创新 是谁给你想的 是我自己想的 你自己想的呀 虽然这个葫芦丝 很优美 很动听 但是我觉得光吹葫芦丝啊 有点单调了 我呢 也学过拉丁舞 我就想 在节奏慢的时候呢 我可以加一点 软巴的动作 节奏快的时候呢 就可以加一点恰恰 或者牛仔的舞步 这样子的话 既能更吸引人 既能丰富 又更有机器 你看看 你的这个观点 深得关琳姐姐的认同 我觉得她真的是一个 就是很有艺术感觉的小孩 她能够 就是想到我还会什么 然后我把我这个 和这个揉在一起 这个都具有这个 编导的这种素质了 这改编非常非常的好 这就作为一个作品了 就不仅仅是一个节目了 我觉得可以称上一个作品 等于说她是对自己的表演 提出了更高形式的要求 有想法 希望我的表演 能够与众不同 能够吸引大家的注意 其实谈到表演 这个张英夕也是在演歌剧 不光是唱得好 你还有表演在里面 也是一个二者的相互结合 没错 这个作为歌剧演员来讲 因为在舞台上的呈现 一定是两者的 结合在一起的一种呈现 所以有的时候 甚至表演呢 能够带动你演唱更投入 对 我想跟这个 葫芦丝有一些这个 异曲同工之处 就是都是一种表演型的艺术 从她这场我也看到了 这个在我们这个行当里 也是这样 都是靠长期的磨练 和这种坚定的意志 宝贝 你听出张老师的 这段话的弦外之音了吗 我给你翻译一下 她刚才讲的是 就是说演歌剧 也是需要有多年的功底 来积累的 但是刚才你的挑战 你们打成了平局 她有点心里不服输 她希望用这种 演歌剧的形式呢 我刚才 然后再给你 再一个反扳一局 你觉得行不行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大家觉得是不是 我刚才理解的这个意思 我刚才没有说外文的 你给我翻译的 对啊 来 掌声热烈的 咱们请张老师上台来 我呢就是特别喜欢 特别喜欢 谢谢 谢谢 我也很崇拜你 我也很喜欢你 我可不可以 我真诚地请求一下 我们两个就合作一下 合作一下 给我一个纪念 好吧 那么我就是在以前学过 那个草原上升起不落太阳 也是南高音的 不知道我们可不可以合作一个 看来你是做个功课了 草原升起不落太阳 真是我们南高音的 一首经典的保留曲目 那我们就合作一下试试 好 好 白云下面马儿跑 回东边儿向四方 白鸟儿起飞翔 这里的人们爱和平 也热爱家乡 歌唱自己的新生活 歌唱共产党 吴鲁斯吹出来的声音 就变得很悠扬了 这个音色很好听 真正你们二位的这个合作 就是见证了 什么叫做一不变 一无万变 是不是 艺术有的是相通的 怎么样宝贝 你满意吗 满意 真的是没搬来 是不是 那请一星老师 回到你的座位上吧 来 相伙子请坐 你看 今天你带着你的这个 独具特色的 葫芦丝演奏和你的表演 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 把我们嘉宾的情绪 都给调动起来了 所以真的 今天让我们见识到了 你的小不点大能耐 相信接下来这个环节 你一定还会有 你更出色的表演 好不好 好 我们特别期待 那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进入 接下来这个环节 那就是 小不点大能耐 小不点大能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累不累啊 还行 一上台来 你已经连续吹奏了好几首曲子了 需要有非常好的肺活量 来 听听卢楠的感受 我觉得我们卢春夕啊 真的给老卢家 真的给老卢家 真的 无论是演奏啊 还是舞蹈都特别有神采 你演出的时候特别地专注 所以我特别特别喜欢你 我把我的爱心气球送给你 好吗 好 谢谢 好 刘青虎叶老师 我觉得呀 这个小朋友是一个非常用心的孩子 在很多年前 我有一首歌曲叫做《竹笛吉他》 是我自己作词作曲的演唱的 那个时候呢 那个想法就是 竹笛是中国最有代表色彩的乐器 就像你的这个乐器一样 那吉他呢 是西方的很有代表的乐器 我把这两样呢 结合在了一起 让它表达一种东西方文化的那种交融 你刚才呢 就是一边吹着葫芦丝 一边跳着你的拉丁舞 所以我觉得你那么点小小的年纪 就可以去设计 去搞一些自己的想法在里面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事 你是个用心的孩子 所以我的这个爱心气球也送给你 祝你将来能够有所作为 谢谢老师 接下来就去收取这份心意好吧 观众朋友 我们的节目进行到这儿 小不点们的节目已经表演完毕了 现在让我们掌声有请 这四个小不点再一次出场 祝贺你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精彩的表演 有请我们非常高忙堂的四位嘉宾走上舞台 把你们手中的这份礼物送给我们四个小不点 我们的礼物是由妈妈一选独家赞助 也祝福每一个宝贝都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也让我们一起说出我们节目的口号好吗 那就是小不点大能耐 一起来传递爱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小不点大能耐 小不点大能耐 闪亮登场了 小不点深藏大能耐 古灵精怪惹人爱 轮番上阵 献同去 合家欢乐 笑开眼 这里不仅有精彩菊轮的才艺表演 还有生动温暖的家庭故事 想知道小不点们如何经验全场吗 节目中将为您终于揭晓